老板我钉的那个石头鱼是哪一只哦 里面那只那个排白鱼 这个重量是5.97 这个学名是叫玫瑰独有 它身上这个有十三根刺 都是带剧毒的 外形很丑陋 活像一块石头 所以叫石头鱼 在日本这个被称为鬼达魔 它身上是攒满了这个流壮的突起物 也很像我们当地的老虎鱼 还有那个安汉鱼 这个在海南是很常见的 像这个五六斤的非常非常少见 世界十大毒王之一 只要18克它的毒液就能自能于死地 它的自命一滴被称为给予人类最疼的痛 曾经有人描述被它伺候的那种痛 就像那个200斤的那个半锤 持续不间断的那个敲击 我要叫老板帮我处理 我是真不敢处理这个 太可怕了 虽然它长得丑 但是它可不便宜 一斤上了多少钱 算300块 300是永庆价吗 这必永庆价 我当地的三百三百三百四 好的300块 那相当于快到1800的一个价格 虽然它长得很丑 可是它很好吃 被称为深海榴莲 它现在在蜂蜜毒液出来 老板说这个皮不能吃 要把皮全部剥掉 先把这个毒刺全部剥掉 这个鱼呢是可以生津润肺子壳的 它这个吃起来是可以美容的 我是要拿回去炖汤 要不要试一下生鱼片 就是说生鱼片也很好吃 老板问我说要不要尝一下生鱼片 试一下刺身是什么样的 脂肪比较肥厚 然后有点Q 还是炖汤会比较好吃 现在是都处理好了 要拿回去炖汤 放点盐 下一层到这个砂锅里面来炖一下 放点盐 这个肉籽细嫩 紧实 没有那个细刺 这个肉刺起来很好吃 有点脆的那种感觉 然后又有那种厚厚的脂肪的那种感觉 又没有油腻 这种轻短就原汁原味是最好的 虽然单价是很贵 但是这个鱼是真的很好 确实很不错 我要叫我公公婆婆一起过来分享这个鱼汤 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